尾特齊這次率團訪台 其實有重大歷史意義 他除了典型捷克和臺灣 很特別的尊重的政議 以外更重要是表示 後面不怕去打中國的紅線 捷克打第一步 有第一步就會有第二步 第三步 所以以後後面的國家 很可能一個一個會來臺灣 這可以為帝國外交部長 馬斯 在中國外交部長 王毅去訪問帝國的時候 他跟王毅說威脅 威脅 威脅不適合在這裡 就是說你在這裡要威脅捷克 威脅都一個國家 中國你要威脅 那是心不通 所以我們可以憑到 一些藝術在裡面 另外一個就是說 美國國務員的次卿 undersecretary 克拉奇 如果是九月十七如其訪台 這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克拉奇的位階是國務員第三次 這次來臺灣是川普總統叫他來 他代表川普總統來臺灣主持美大經濟和最強的隊員 進一步提升美國和臺灣的關係和一個空前最好的境界 促成克拉奇 訪問臺灣的第一次因素 當然就是蔡英文總統領導民進黨政府選擇 開放五三百經的美國豬肉來臺 但更重要的因素其實是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在這兩年快速惡化 以及美國總統代算在一月就要選這兩大因素交負作用 所造成的臺灣四百年來臺灣的一件的這個機會 有此可見 我們對世教和臺灣的處境必須要有一個動態的歷史的發展的觀點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你這裡可以看得清楚 精細和細 這裡可以看得清楚臺灣可以在極力變動的社區裡面 選擇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 簡單說 今天世界局勢 風風變色 急轉之下 形成中國比美國和歐洲主要的大國 孤立 孤立 差不多接近這個股長難民的這種困難的處境 美國和中國當然是其中兩個最重要的 獨立變數 這是學術分析 independent variables 臺灣是重要的中介變數 intervenient variable 中間的發生 作為一個變數 所以臺灣這個中介變數和其他 主要的因素 共同 決定 世界局勢 亞洲和臺海 融化發展的遭效 所以臺灣絕對不是很可憐的一個 一個叫做一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 只能在這個共國地把我們吞打 冷地